来看的是呢 这回这个秀飞养生馆的传染链持续扩大当中 园林秀飞养生会馆呢 包含确诊者员工的妈妈跟妻子 这一季的匡列已经高达了120人 尤其县政府在5月15号就已经宣布 八大行业要暂停营业 不过这间养生会馆呢 仍然违规偷偷营业 县长王惠美要延长 除了开发30万之外 也会送彰化地检署来侦办 昨天是我们报告的这个养生馆 它有新增一个案例 是一个司机的母亲 详细的疫情我们还在调查当中 目前匡列了40位的消费者 那相关的这些家属也匡列了80个人 所以这120个人左右都匡列为接触者 那裁剪已经大致完成了 那目前有一些结果出来 还没有阳性个案 我们会继续追踪来做处理 针对这个业者我们绝对是依法研办 那至于我们这个警察 这个因为他是关门之后 在里面营运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责成我们警察局 来做相关的一个研除 那修飞偷偷营业 要处罚多少钱 处罚30万元 然后送我们的这个地检署 还要来关心的是台中市西屯 太安国小附近又传出 这个传染在扩散 除了老师之外 老师的家园 另外也有学生的妈妈都已经确诊 这位学生原本一彩是阴性 但卫生局判断应该是因为 这位妈妈平常跟确诊的老师 有做接触 也就是说除公传染练 再多6个人也确诊 5300 这个是一个41岁的女性 就是台湾幼稚园里面的幼教老师 她也是这个女除公 就是4735的同事 那5月19号学校停课之后 她后来就隔天开始有发烧的症状 然后就曾经到诊所就医 那因为5月23号 她被4735匡列为接触者 就进行裁检 然后就确诊阳性 5444 就是11岁的女童 就是这次台湾国小五年级的学生 那她本身 她妈妈也是后来确诊的一个阳性个案 但是还没有 这个由中央来给她一个 这个编号 那她是母亲先有临床症状 她本身是没有症状 那因为这一次我们到泰安国小 通知学生跟家长到学校快筛 结果这个孩子快筛是阳性 再进一步验她的PCR 也是阳性 5447 是一个39岁的 家管 那这个比较特别就是她的小孩 就是泰安幼儿园的学员 那她之前呢 接送小孩的时候 常常会跟这个暗号5300的老师 常常在一起聊天 那她曾经到大雅国中学对面的菜市场 也有到西屯路的黄昏市场 但是都有戴口罩 那一直到5月24号 会有一些腰酸背痛的症状 那她到那天就到泰安国小快筛 那快筛之后阳性 再进一步的核酸检测 也确诊是阳性 首先我们第一个发现的是 4735 这个女性的雏工 她也是泰安国小里面的员工之一 这是雏工 然后她把这个病毒呢 应该传染到有三个老师 就是在这边 她总共有幼儿园的老师 那幼儿园的老师呢 有两个昨天才确诊 所以目前还没有领到 还没有安排到她的号码 中央还没有给号码 好 那我们到这边来看 那这边有一个泰安国小的老师 她的小女儿小五的学生也确诊 那确诊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全班同学都给她做快筛 结果都是阴性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5300 这个确诊个案呢 她的学生18个学生里面 是阴性的 但是她的学生里面 其中有一个妈妈 就是五四四七 是阳性 除此之外呢 这个老师的父亲 也自己被通知到医院去採检 结果也确诊阳性 不过目前 大家可以看到写卫领 卫领的意思就是 中央还没有给编号